作曲 李宗盛 我只有汗泪煎熬 我无处躲逃 绝处风声入难朝 寻不到解药 就让你含笑霸道 爱的道无出入 我心最深处 淋漓到风追逐 你的不在乎 爱的道无挥舞 夜色更无模糊 翩翩光阴沾落 泪水遮住我夜幕 爱的道无出入 我心最深处 淋漓到风追逐 你的不在乎 爱的道无挥舞 夜色更无模糊 天前红尘落尽 依然太燕望日出 渡温 永远 这都几天了 一点消息都没有 卫文斌 你不会是骗我的吧 怎么会呢 这几天一定会有消息 你信我就好 只要公主信我 全力支持我 卫文斌 总会有洗刷冤屈的一天 只是 只是我现在 身无分文 又背负造反恶名 恐怕 还需要公主的财力支持 荒唐 以前是我不懂事 现在 我们已经是夫妻了 你又何须跟我说 这些见外的客套话 我怎会不信你 我的钱财 我爹的钱财 都有我保管 我的 就是夫君你的 夫人 夫君 此后 海角天涯 我都跟定你了 下太师 我们稍作休整 再送你回青州 官爷喝茶 这是什么茶呀这是 这是刷过水吧这是 您舌头咋这么灵啊 这是什么水 你就摆在这里让我们喝 官爷误会 官爷误会 我们这的茶叶 它长出来就是这个味 那壶茶呀更特别 它是洗脚水味的 爹 您就别生气了 你们知道错了 别叫我爹 我怎么生出 你这么个愚蠢的女儿 这次是我们棋查一招 可要不是那 钟离春暗中使坏 如今这齐国的天下 可就是您的了 是我的 还是你那 小白脸卫文斌的 您就别提他了 生死关头见真心 从他抛下我逃跑那刻开始 我就死心了 那我现在来救你 你还愿意跟我一起走吗 见过夏太师 见过娘娘 那么多的兵士 你怎么救我 这 这 零花公主 北宫娘娘认识我呀 现如今已不是什么北宫娘娘了 好了 娘娘 下的事 公主 此地不宜久留 我们赶紧离开这里 干娘 这是大齐的求救想箭 走 我们去看看 是 去 换了 他们放了想箭 准备很快就回到了 爹 这 是大队人马的声音 这 咱们赶紧跑吧 你们先走 带着我们谁也跑不掉 对对对 你们快走吧 走啊 走 喝了他 这 比我洗脚水还臭 我 我喝不下水啊 他 这么多了 保护夏家妇女的士兵被迷晕了 冠儿 待会儿留些人下来查看 看看有什么缺失 若是救助 不应该连这两个人也迷晕 若不是救助 冠儿 就要小心了 干娘 这儿也没什么怪异的地方 走 你看 那边有条路 看来这卫文斌还算有点良心 想要救自己相好的 干娘 卫文斌那小伯俩肯定没跑多远 现在至于还来得及 昆儿 我们现在管不了这些闲事 先救燕丹妹妹要紧 那他们俩呢 找人 先把这些士兵给弄醒了 问问他们都是怎么办事的 还有 再多派些人手 务必把他二人安全地送到青州 明白 干娘 昆儿 干娘听说 这解谜药最好的办法 就是泡冷水澡 看样子这贼人下手也挺狠的 挺好了 多派些人 好好给北宫娘娘泡泡 直到娘娘醒了为止啊 干娘无须多言 昆儿指定给他们泡得明明白白 总理川 都 你可我当真 可 待有 没 我看你 甜吗 美女甜 报 大王 报告大王 大骑派兵 支援 当公主殿下 不日便 兵临城下 嚷嚷什么 嚷嚷什么呀 大王又不聋 听得到 问题不大 爱妃切勿与他们计较 下去吧 是 大王 打起蓝势汹汹来支援的 还是那个战无不胜的钟离娘娘 咱们得向应对之策呀 是啊 说得对啊 烦死了 烦死了 这些齐人到底要做甚 啊 他们就这么无事可做吗 他们就没有一点高雅 平和一些的喜好吗 整天就知道打打杀杀 寡人早就说过了 不要拿这些烦心事来烦寡人 寡人心不在此 可是寡人偏偏生在了这帝王家 还不得不担起这重任 好不容易找到一位良师为寡人分忧 儿等的 一个个都在反对 儿等有能耐啊 有能耐你们自己去解决 大王息怒 臣子之拜见大王 拜见娘娘 子之拜 寡人可想死你了 子之 大王 臣也甚是想念大王呀 大王 您就别为难诸位大臣了 臣已经安排侍卫将军 率领燕军十万兵马驻守城池 拿下区区一个女流之辈 一入反掌 妙啊 儿等 瞧瞧 好好瞧瞧 何为良辰 何为国之栋梁啊 让儿等解决问题的时候 一个个跟哑巴一样 再看看子之 子之一个人哪 就把你们解决不了的大问题都解决了 寡人就问一句 儿等 服不服气 大王 一路 猪车劳顿 随寡人饮酒啊 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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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走吧 不可 外面不 你我二人何必如此居首呢 你我二人如同手卒一般呐 来来 谢大王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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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姐姐 这 妹妹 姐姐 你终于来了 实在不好意思 之前出了一些家务事耽误了 我就跟驸马说 你肯定能撑得到我来 姐姐 驸马跟你说过我燕国的情况了吧 嗯 子智魔国 你那糊涂父王被蒙蔽 还以为遇到了良臣 险些将王位也传给了他 我还知道 你的太子弟弟现在被抓 危在旦夕 姐姐 驸马走了以后 子智更加变本加厉 打着父王的旗号 诛杀了无数反对他的忠臣 还误怪我妄图叛国 以我挑起战争为由 将我排斥在外 现在燕国百姓名不了声 水深火热 干娘 咱这就去干掉那个子侍 妹妹放心 姐姐既然来了 不打胜仗 绝不罢休 天蹄姜 你这是关城门呢 赶紧醒醒 上潮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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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醒醒 赶紧醒醒 不该有这碗 行了 行了 天蹄姜 行 行 你说你身为一国之君 这么弱不禁风啊 我 弱不禁风吗 难道我弱不禁风啊 我 行了 行了 你说 现在是有我在你身边 我守着你 我保护你 那万一哪天要是我不在了呢 你怎么办 不能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什么叫你不在了 娘娘永远在 娘娘在 那大齐就在 俗话说得好 半君如半 行了 你不会说你就闭嘴吧 少说两句 这样吧 天蹄姜 哪样吗 下次我上战场 我带着你 你跟我好好学学 怎么样 没有这个必要 多此意 有这个必要 天蹄姜 到 你就得好好历练历练 我现在就帮你历练历练 蹲下 这一边 蹲下 娘娘你别踢我啊 快 关门就这个节奏 好不好 娘娘 大王 大王 这门就是关着的呀 但愿我家娘娘 能平安回来 报告将军 自知丞相来访 好 快请 是 妹妹 这守城之人可是你之前跟我提过的室备 正是室备 他把我燕国的军队进我手中 依此来要挟我的父王和太子弟弟 我看此人站在城楼上 气定神贤 胸有成主 而且城门大开 此事必定有诈 将军 您看 那边就是齐国的阵地 这大齐国的国母娘娘娘果然名不虚传啊 阵形布置的看着就比燕丹的派兵有序 阎丹那小丫头骗子 根本不懂带兵打仗 纯属瞎胡闹 你安心地守着城门 大王已经完全信任我了 只要你挡住这阎丹搬来的援军 用不了多久 燕国就是我们的了 只是齐国这国母娘娘据说厉害得很 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我知道 能破五国联军想必不简单 不过我大燕国有您在 有我在 怕什么呢 难不成还打不过一个穿裙子的 还是要小心为妙 丞相放心 干娘管他有诈没诈 困然这就攻入城中 把这贼人拿下 兄弟们冲啊 驾 快 快 给我杀 杀 坟货 给我杀 发生 驾 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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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铭鸡兽兵 铭鸡兵 战无不胜的钟离春也不过如此嘛 不过长相倒是名副其实笨的 天下无双啊 禀大王前方捷报 齐军已被我士辈将军打得落花流水 节节败退 好啊 瞧见没有 寡人说的对不对 丞相是不是料事如谁 这些呀 都是大王眼光好 信任子之大人 重用子之大人的结果 大王 众大臣之前只是对子之的实力不了解 如今 想必不会再有人出声反对了吧 大王英明 丞相英明 是丞相英明 大王英明 丞相英明 大王英明 是丞相英明 好 滚下 父王 请不要相信这个无痴小人 他表面大公无私私下无恶不作 你要是把王伟传给他成何体统 我们燕国迟到要亡国啊 父王 相信我 相信你什么 逆子 寡人怎么会生出来 你这么心穷狭隘之人 好好看子之 子之丞相 为国为民啊 他为国操劳的都 都两病斑白了 寡人心疼啊 况且 子之丞相 与诸位爱卿 相处融洽 从未有一人 妄言自知 那是因为说他坏话的人都已经被他给杀了 屁 要不是子之的话 你现在还在大牢里关着呢 如果我是他放出来的 那你现在就把我关回牢里去吧 你这个混账 太子 您真的辜负了大王对您的一片厚爱 也辜负了子之大人对您的一片赤诚之心啊 父王 您是被这个狐狸精给勾走了魂魄吗 您是被子时这个老匹夫给蒙蔽了吗 说谁狐狸精 说谁老匹夫 你你你你 大王 你这个逆子 寡人现在就告诉你 子之丞相 心系百姓 做丞相以来 所缴纳的税妇 是往年的十倍有余 这是我朝从未有过的盛话 那是他刻捐杂税胡乱立下 我们燕国的百姓 已经被他搞得十不果腹 义不蔽体 哀红遍野 民不聊生啊 父王 女子 寡人 本想将王位传与你 让子之好好辅佐你 让你成为一代明君 而你呢 你太让寡人寒心了 你只知道嫉妒子之 子之的才华 就让你如此嫉妒吗 还有你那个姐姐 你那个无脑的姐姐 你们俩联合起来想害子之 要不是子之求情的话 我早就一刀砍了你一味忠臣 父王 你真是糊涂啊 大王息怒 大王息怒啊 太子殿下 只是年轻气生一时基本 假一时 臣的一片忠心 他会感受到的 大王您看看 太子都这么说子之大人了 子之大人还这般的护着太子 太子爷 您别不识好歹啊 呸 狐狸精 大王 你 我如此好心相劝 父王 太子竟对我这般无礼 您倒是管是不管啊 太子殿下 大王 您怎么生我的气都可以 怎么可以对自己父王的爱妃 如此无礼 你 你这是成何体统 成何体统啊 父王 大王 父王您听我说 大王 大王息怒 来人 快把太子请回 大王息怒 父王 不要将军这个乌权之毒 走 小小气啊 大入大劳 大王息怒啊 大王 您消消气 太子的事情 就交给子之大人去做吧 这守城的临危不乱 是个人才 干娘 你咋老夸别人呢 是啊 姐姐 咱们刚吃了败仗 您还没说什么原因就夸别人 娘娘 您这会不会是太久没打仗 怎么说话呢 我姐姐可是神仙下凡 岂会被事备这种 小小的开门关打败 放心吧 有我忠立春在 定保你们燕过无鱼 我推荐了 还不为了 小的开门关打败 你 帮我 我不能听到你 什么事 我可以 帮我 我可以 帮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弟弟 紫遲 你个老匹夫还我弟弟命来 不许出展 姐姐 他们杀了我弟弟啊 那也不许出展 两位小娘子 你们年纪虽然大一点 但是本将军不嫌弃呀 赶紧投降 过来给本将军当丫鬟 伺候本将军也是可以的 如果你们富于顽抗 下场 就跟这位堂堂的太子爷一样 姐姐 他们杀了我弟弟 我要进去为我弟弟报仇 阎国城池一手难攻 这样冲进去就是白白送死 不许去 我算是明白了 我叫你一声姐姐 可是你呢 你为了保留你大旗的军力 而是我弟弟生死于不顾 但我不行 我再叫你一声姐姐 谢谢你千里迢迢前来助阵 但今后 我燕国的奸命由我燕丹公主 毅然来承担 跟姐姐跟大旗 再无任何瓜葛 燕国的将士们 让我们为了燕国的百姓 死不选终 战死沙场 跟我走 撤 赶娘 咱们跟他应拼应拼 也不是说没有胜算 现在应拼就是送死 坤儿 你跟我打仗这么多年 这点道理你都不明白吗 赶娘 闭嘴 既然他不信我 现在留下又有何用 走 撤 将军 他们两人果然被你挑拨离间 闹翻了 如今我们该怎么办 该去收拾燕丹那个小娘子 向子之大人领赏了 众位清家 现在世卑将军正在城外 与公主丹交战 众位以为如何呀 子之以为呢 大王 世卑将军现正在城外英勇欲敌 您就等着他的好消息吧 好啊 寡人得你们二位如有神助 大王谬赞 大王 来 再饮一杯 来 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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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叛徒 国家内政来攻打自己国家 你们居心何在呀 要不是你们俩误国 迷惑我父王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 我会向他国求援吗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吧 我们本来是来投奔太子的 可是太子瞧不起我俩 所以我们只好找燕王了 是燕王会也十诸重用我俩 你们看看 现在大燕国不是国库充裕 是谁高王吗 我呸 你和子智狼狈为奸 一图蒙骗我父王乱我燕国朝纲 我弟弟看出了你们的诡计 你们就把他给杀了 可怜我父王老眼昏花 没有识破你们的诡计 但是等他明白过来 定会将你们杀之后快 没有中离春成药 我拿下你们还不易如反掌 你放屁 订阅 他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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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że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住手 钟离春 姐姐 妹妹 我终于成功地将这贼人从城里引出来了 你和驸马先去旁边休息 看我怎么替你收拾着松头乌龟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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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威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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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 报告大王 师辈将军在战场上被钟离春 战伤 什么 师辈将军死了 师辈将军那么大的怪 虎背熊腰 怎么说死就死了 子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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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说师辈将军 没有问题吗 为何 大王 失去师辈将军 纵然是我燕国的损失 但是我燕国诚实稳固 一手难攻 只要您下令严防死守 齐军远道而来 长出奔喜 粮草定有不济之事 为不了多久 他们自会离去 有道理 有道理 齐国可以从附近收缴粮草 附近收缴 子智大人可有粮策 那就让他们无粮草可收 子智的意思是收回来 收回来哪来得及呀 一把火烧掉 臣 这就去办 烧掉 烧掉 都锁干净了 是 我的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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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天哪 这可是我一家的口粮啊 你把它烧了 我们家人吃什么呀官爷 我们也是奉大王 和子智丞相之令 你跟我们哭有什么用 官爷 我求求你了 再说了 这也不至你意见 我们一大家子真的没办法 不能给大齐有一粒粮食 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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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娘 干娘 大事不好了 可是收不到粮草 干娘你咋知道的 你真神了 风中传来粮草燃烧之味 四处有啼窟 浓烟滚滚 这不是烧粮草是什么 昆儿 只是干娘万万没有想到 这个燕王做事如此狠辣 为了不让我们大旗补充粮草 竟如此狠心地烧了百姓的口粮 这不是要活活饿死百姓吗 我父王虽然糊涂 但做事不至于狠辣至此 此事多半又是那该死的子质所为 这个子质手段如此狠毒 我们断留不得此人 干娘 咱也攻不进去啊 驸马 守城之人可由你认识的 禀娘娘 倒是有几个将领 是我出生入死的好兄弟 无论好兄弟 有几个将领 你送我 你送你 雷脏 我 我 你送你 我 我 我 你送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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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